中国是一个背靠亚欧大陆,面朝太平洋的国家,不过中国距离印度洋也不算远,从云南到印度洋仅仅600公里,但就是这600公里确实历朝历代都难以向前推进的。 缅甸地形崎岖不平,又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多雨林植被,瘴气不开,古代中原人难以适应这样的环境。 纵观中国历史,距离打通印度洋通道最近的一次就是援朝。 1.缅甸对丹邦地区的吞噬 1.271年,忽必烈正式改国号为原,标志着援朝正式确立。 也就是在这一年,忽必烈派遣齐德托英等初始缅甸,赵福缅王,当时的缅甸为蒲甘王朝。 甘王朝是缅甸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以上座布佛教作为国教,在巅峰时期,蒲甘王朝的影响力甚至扩展至西兰和爪哇。 元朝使者访问了缅甸后,不甘王朝也派遣了借博到达大都访问元朝,双方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1.273年,忽必烈再次派遣,堪玛拉什里,齐德托英等初始缅甸,要求缅王派遣子弟来京,并称臣纳贡。 此举引起了缅甸的不满,元朝的使者一去不返。 之后,云南行省长官开始向忽必烈建议征讨缅甸,当时全国尚未统一,忽必烈没有批准而是静观其变。 1.277年,战争最终爆发了,原因是缅甸意图抢夺金池区,金池也就是今天的景坡一带,主要据名为歹族,信仰原始宗教。 歹族在古代称为丹人,汉代时期这里有哀劳国,于东汉头归,设置了永昌郡。 中国古代史书将歹族建立的部落或者城邦称为丹国或者丹邦。 东汉灭亡后,永昌郡也名存实亡,其丹国恢复独立状态,这时候缅甸的标国也想趁机北上兼并丹国。 公元二三四年,尚穆达王成为丹国王,他迁都普甘姆,平定了叛乱,击退了标国的进犯。 二四二年,贡马法继位,他也成功抵御了缅甸的进攻,到了六世纪,缅甸标国更加强盛。 五八六年,标国进去全国支离北征,一举攻下丹国王成蒲甘姆,丹国土崩瓦解。 汤朝时期,云南地区兴起了较为强盛的南兆国,有力地阻碍了缅甸的继续北上。 八三二年,南兆国攻陷了标国首都,标国宣告灭亡,到了宋代,缅甸就兴起了蒲甘王朝,而云南则建立了大力王国。 十一世纪中起,蒲甘王朝的阿努律陀进攻大力国,使得大力国失去了对丹邦的控制。 蒙古灭大力后,又不断对周边用兵,凭大力五城、八府、四郡、乌满、白满等三十七部,丹邦之一的金齿国也投降于蒙古。 然而,蒲甘王朝还试图和元朝争夺丹邦地区,于是在1277年派遣五万军队,战向八百头对千额和金齿发动了进攻,主动挑起了战争。 2.蒲甘王朝的土崩瓦解 当时元朝已经灭南宋,基本统一了全国,但是元朝西北又爆发了海都之乱,形势不容乐观。 3.缅甸入侵后,大力路蒙古千户呼嘟,总管信居日率领七百名骑兵持员,和缅甸军队激战两日,击溃了缅甸的向对方阵,缅军败退。 蒙古骑兵又继续追击三十里,攻破十七寨,元朝仅用七百人就击败了缅甸五万人,堪称自卫反击战中的奇迹。 随后缅甸不甘失败,多次在边境地区发动挑拨行为。 1277年10月,忽必烈终于坐不住了,下朝云南诸禄宣位使都元帅,纳宿次丁统兵3848人出征缅甸,随后援军长驱直入,一直攻入江头城,招向单组部落三百寨。 此次征讨因为天气炎热,援军未能深入。 1280年,纳斯宿丁再次请求征战缅国,忽必烈批准开始积极准备征战。 1283年,元朝缤纷水路两路,向缅甸统治核心地区开进,援军依然长驱直入,一路攻破了缅甸的江头城、太宫城等地,使得缅甸北部的十二个部落归属于元朝。 1285年,缅甸国王请求投降,元朝才开始撤兵。 经过此次进攻,普干王朝已经陷入分裂,名存实亡。 1287年,普干王朝内部发生了混乱,地方军阀各自独立,其元朝派遣到缅甸的使者也被杀害。 在这样的情况下,忽必烈跨市了第二次出兵缅甸,不过这次出征并不顺利。 元朝军队在缅甸遭遇了右敌深入之际,死亡了七千多人, 而缅甸国王担心元朝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来报复,因而主动向元朝投降。 1286年,元朝在缅甸设置了缅中行省,任命普干王朝国王为行省长官。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缅甸纳入到了中国的版图之内, 除了缅中行省又设置了太公路、云远路、蒙连路、蒙莱路、穆邦路等。 这些路并非是土路,而是土司机构,归属于云南行省管辖。 到1290年,缅中行省被取消,设置了缅甸宣伟司。 通过此次战争,中国的边境几乎推进到了印度洋沿岸, 然而元朝并未在缅甸建立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 这也给后来缅甸土司的独立埋下了隐患。 三,圆缅战争的后续和影响。 圆缅战争使得缅甸分裂为了若干的小国, 1369年,缅甸东部建立阿瓦王国, 而南部的孟族则建立了伯顾王国,两国交战不断。 明朝建立后,于1382年消灭了云南梁王势力, 设置了云南部政史司、云南都司, 驻扎二十万大军。 缅甸的这些小国则纷纷对明朝称臣, 被明朝策封为了宣伟司。 不过实际上,明朝也只是名义上继承了元朝的土司体系, 没有实际控制,没有驻扎一兵一族, 没有派遣一官半职,称为外仪。 例如,明朝策封的缅甸宣伟司实际上是阿瓦王国, 大古次宣伟司实际上是伯顾王国, 迪玛萨和迪乌拉是东瑜王国。 永乐年间,缅甸的阿瓦、伯顾和东瑜三大王国 都拒绝了明朝的册封, 而北部穆邦、孟阳、孟密等丹邦土司 则在两国之间摇摆不定。 明朝的三宣六位,只有三宣是实际控制的, 六位则是明村师王,甚至明义都没有了。 1531年,东瑜王正式称缅甸王,建立了东瑜王朝。 此后,相继吞并伯顾、阿瓦、西伯、 蛮墨、孟阳、孟密、孟乃、杨慧等小王国, 到1554年基本统一了缅甸地区。 之后,东瑜王朝又攻占了兰纳国、 八百大殿宣伟司、兰仓国、老挝宣伟司、 孟密土司等。 东瑜王朝还和泰国、明朝发生了战争, 到了万历年间,云南外移土司基本被东瑜占领, 云南省的面积大幅度缩水。 就这样,大部分丹邦地区就沦陷了, 中国和印度洋的距离再次被拉远了。 清代时期又和缅甸发生了战争, 虽然最终没有征服缅甸, 但是也逼迫缅甸称臣纳贡, 并且收复了云南部分土司。 缅甸吞并了这些丹邦土司, 却未能将之成功消化。 中国在云贵进行改土归流的时候, 丹邦土司的权力却达到了鼎盛。 到了清代时期, 缅甸北部的丹邦土司多达30个, 主要分布于丹邦、曼德勒省、 石阶省、克钦邦、克伦邦等地。 由于丹人土司众多, 缅甸国王不敢公然削藩, 只能通过驻兵、征税、 册封、联姻、任职等方式加强其联系, 加速其融合。 1885年,缅甸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为了防范缅甸独立, 就保留土司制度, 实行分而治之, 如此使得缅甸土司长期存在。 1948年,缅甸独立, 缅甸中央政府和土司之间的矛盾迟迟无法解决。 直到1959年, 33个土司宣布放弃了世袭的权力, 将行政权移交给丹邦新政府。 如此,缅甸的土司制度才宣告结束, 但是土司对缅甸的影响并未彻底结束, 许多地方土司并未放弃武装, 以至于缅甸难以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 这是缅甸难以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 在上世纪60年代, 新加坡刚刚独立的时候, 缅甸的经济好于新加坡, 以至于李光耀要把新加坡建设成为第二个缅甸。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是缅甸人吴丹, 这是亚洲人第一次当选这一职务。 那时候的缅甸无疑是亚洲的典范。 然而60年过去了, 现在的新加坡经济总量是缅甸的50倍, 现在的缅甸是亚洲最穷困的国家。 缅甸资源丰富, 潜力巨大, 如果能够走上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 是应该有发展前途的。 而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 殖民主义留下的祸根。 缅甸有一百多个民族, 而作为主体的缅族, 不占有绝对优势, 控制国家核心权力缅族, 由高举大缅族民族主义的旗帜, 就此导致缅甸民族分离严重, 各个民族空前对立, 加上西方式民族制度, 导致了严重的内耗, 始终无法专注于发展。